每個移民家庭都要為搬運自己的家當 去外國非常煩惱 自己搬家已經夠煩了 還要移民 又不知道有沒有虧限 又不知道貨什麼時候到 又不知道怎樣補償 又不知道多少錢 多煩 最怕就是不見了那批貨 我們知道你們有很多移民 所以我們今天就特意出外景 來拍一個移民搬運的倉庫 為大家深入了解 每一個移民搬運的流程 我們今天就邀請了我們移民搬運的拍檔 有請Aaron 我們有請我們的嘉賓Aaron Hello 請你跟我們的觀眾介紹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叫做Aaron 我是台灣人 已經來香港生活發展18年了 現在大家所見到的地方 就是我的公司SpeedWay百里蜜落的倉庫 我們公司也運營了蜜落生意 已經超過30年了 主要就是做現在移民搬運 就是國際搬運的生意 我們今天來到你的倉庫 非常之大 我也看到很多不同的貨物在這裡 其實你們現在主要是做哪一樣的物流生意為主 當然我們做物流很多份 其實我們主要是做國際物流裡面的 所謂的移民搬運的物流服務 由香港發展這麼多年來 現在主要有三條主要的路線 包括大家知道很流行的 就是去英國 沒錯 澳美、加拿大的方向的移民搬運 第二條就是包括去台灣 就是這些移民 還有大家比較熟悉的 包括中國跨境的不同的服務 非常好 Aaron本身你是台灣人 其實我也很好奇 為什麼你當初會選擇來香港創業呢? 其實當年我來的時候也是二十多歲的 為什麼我來呢? 因為我的爸爸媽媽 他們是做傳統的國際貨物代理的生意 OK 爸爸媽媽在台灣和香港都有次分公司 然後問我當年要選擇 在哪一邊的分公司幫忙 我就選擇來到香港 非常好 那你這個物流公司除了香港和台灣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地方? 有的 我來了香港之後 是來了第四年 即是2001年的時候 我就認識了現在這個Speed with 百里物流公司 我的拍檔叫Frankie 他是香港人 當年做 我公司是香港台灣 他的公司就是香港廣州 我們開始大家合作之後 到了2015年變成正式的拍檔 即是股東關係之後 就將公司中港台 非常好 到了2022年 即是兩年前 因為我們做了很多 英國的移民幫忙的生意 包括我的拍檔Frankie 全家都移民到英國 所以英國也開了我們的第四間公司 非常好 非常好 剛才也有說 剛剛這幾年移民潮 你做了很多澳洲、英國、加拿大的貨運 其實國際物流 以我所知 就是到處都去 其實有沒有一些國家是 去不了做不到的 明白 理論上 其實只要是有船公司可以去到的地方 以及當地的目的地 我們可以找到合作的公司 我們都可以蓋得到 非常好 開玩笑 當然有些地方去不到 南傑、北傑 或者 沒有公司 我們公司的標誌 會問說 你們公司是否去到火星 當然開玩笑 去不到 明白 不過大致上就是 只要是船公司有到的 講好 我們可以找到當地的公司 做到清關的話 都是可以我們服務的範疇 非常好 之後講了很多關於物流上面的東西 我也想讓我們觀眾看看 真的整個物流 我正說移民物流的流程 是怎樣的 分享一下 可能由我要收拾屋 到貨去到加拿大 流程是怎樣安排的 當然中間的過程是比較複雜 不過我們可以將它簡化 變成來三個簡單的步驟 就是前中學 前的話 就是我們幫客人正式做之前 我們做企業是幫客人做一個 免費入屋的評估 評估的時候 我們主要是問你準備有多少貨 計劃要搬要大 還有它知道你大概的時間安排 就是香港這邊什麼時候搬 目的就是這邊什麼時候收到貨 還有它知道 你自己是用什麼的身份 來取得移民的清關資格 做到這個方案之後 我們就可以和客人出一個 正式的補貨單 明白 簽署上貨單 收取一個部份的 補貨單 之外 我們就可以確認了 整個服務的時間表 如果客人有需要的話 我們可以在我們收貨之前 送回第一批的包裝物料 紙和包裝膠紙 送給他 可以看自己擲 當然客人也可以選擇不擲 因為我們的服務 可以在你不擲之前 或者你未擲的時候 我們來搬當日 有我們的師父 幫你做擲東西的動作 反而我們去北下院做這些清關的文件 這算是第一步做 因為我們剛才聊天的時候 都說到 尤其是清關的部分 因為我們移民 其實最擔心 就是我們的貴重物品 去到的情況下 不會報稅 就是不會清關 所以無論你自己收拾 還是幫你收拾也好 千萬不要封箱 沒錯 因為Aaron的團隊 會幫你們確認 裡面的東西 做好的清單文件 所以你們入境的情況下 就會漫無一失 其實在很多Facebook的討論區 有時都看到一些朋友 就不知道原來有些東西 要打碎 或者有些東西 未必可以就這樣寄去加拿大的 所以變成中間就出了很多問題 沒錯 但剛才說到報價 也都是很多客人會有關心的 就是其實很多時候 尤其是之前疫情那幾年 貨運是很海鮮的 所以也有很多客人都會問過我們 我今天問Aaron拿了報價 兩三個月之後我才走 找到貨 價錢會不會差很遠呢 或者你們會怎樣處理呢 當然我們都會有一個叫做 當時那個Moment 評估出來的一個報價單 但這個報價單 其實是一個月的有效期 意思是如果你是 確認了我們的價錢 一個月內走貨的話 價錢怎樣波動 我們都不會收取 明白 當然都明白有些客人 你確認了價錢 到你實際搬 實際中船的時間 都有一段距離 這個距離 當然有些衣傳公司 有些價錢的波動 但如果價錢波動 是叫做 即是上下10%以內的話 我們都不需要做太大幅的調整 非常好 但如果高的話 我們都可以跟香港 我們是同意 和你去溝通協調 船公司的增加 或者減少的價錢 我們都可以轉嫁到你的收費上面 OK 非常好 剛才很快就說了我們的前 是的 中又是怎樣安排的呢 是的 在中之前 我也有更多的問題 想問清楚Aaron 因為我們都陸續一些客人都出發 在今年 有不同的貨物要離開 他們都很擔心 因為譬如我們有些客人 本身有些貨物是很怕潮濕的 因為潮濕會發污 可能會吐蟲 如果你們收到這些貨物 他們又要短暫在你的倉上 全倉一段時間的情況下 你們會怎樣安排呢 多數我們跟客人說 其實我們的倉庫整個溫度是OK的 只要你來的貨物不是很潮濕的話 其實都不是大問題 當然都明白客人有自己的強身 所以其實是我們提供給客人的 所謂的一些止下包裝牆裡面 都有一些可以加強防住的效果 我舉例子 如果有些山褲鞋物 我們免費的提供真空檔 就給客人在我們收貨前 自己提供操控的震控 如果製造不夠這個保符的話 我們都可以提供一些防住珠 這方面的保符 是他自己裝箱封箱之前 就是落回一些防住珠 加強這些溫度和膝度的窮者 OK 非常好 希望這一個項目可以 釋除到客人的疑慮 解答到你們 還有第二個問題 亦有很多客人問的 有些客人本身家裡也挺大的 香港可以放得下一部三角琴 三角琴 他們想搬到加拿大 你們會怎樣處理 如果三角琴這麼大件 都可以安排 三角琴的工序就是複雜多一點 很複雜 因為它裡面有很多一些 琴的不同的零組件 所以我們是來搜索的時候 就要帶點一些加強加固的一些 桌面的設施 來鞏固它三角琴裡面的東西 然後我們確認這些東西不會移動之後 我們就可以用一些叫做 包括後身的紙皮 包括一些補負的東西 包起整個三角琴 然後去拆散腳 令到它在搬換的時候 那個風險是降到最低 所以全部都拆散了之後 我們就按照這個三角琴的形狀 去定做Telamade 一個專門給這個三角琴的木箱 OK 我們就是把這個三角琴送回我們的倉庫之後 去搭回木箱 到時你在整個換書的過程中 直到客人家的門口之前 都可以保持這個木箱的狀態去換書 非常好 非常好 那我們就說完前 我們說中 說中 對 中的話多數是有我們的 就是分了我們的倉庫的時間 當然我們去問客人 他自己的Tentable的設施 安排 如果他說我是完全可以 走的 我們還要幫客人去預算 接著是我們的倉庫裝貨櫃 就進入這個出口 接著旋運到目的地的過程 如果有些個案是 例如 客人可能在加拿大 他家裡還沒有找到地址 或者他家裡還裝修箱 分身 還沒有一個準備好日子 我們可以給他兩個選擇 第一個選擇就是香港做全倉 好 全倉的時間是彈性的 即是你短到幾星期 一個月兩個月 或者長到半年六個月 甚至一年兩年都沒有問題 這是我們自己的密業的地方 另外一個選擇就是 可以選擇既船 到了加拿大之後 再全倉 在加拿大那邊做全倉 這就是中間這個 第二步驟的環節 沒錯 也有些客人 都很關心船期 譬如我們有些客人 可能下個月 即過年之後 就準備出發 就找你們 送些東西去加拿大 如果他不需要任何全倉的時間 可以直接多多的情況 現在大概要等多久 如果客人在兩邊都不需要全倉的時候 我們看回他加拿大的目的地 如果是最近的蘑菇 其實蘑菇的船期 船期都是廣 船的時間 都是廣三至四個星期 OK 三四個星期 之前我們大概香港這邊 從收貨到倉庫 到預訂船到裝貨櫃 廣間兩個星期內搞定 到目的地的話 選到之後清關 清關到送貨 大概一個星期 明白 兩個月內其實可以搞定 對 水多數可以同樣說 你預算六至八個星期 其實是多脫多的 可以做到四個換到門的情況 非常多 如果是多倫多 或者現在我們最熱門的Kelgory 這些遠一點的地方 大概要加多一點 加多一兩個星期 OK 這樣也很好 主要的分別就是船的時間 沒錯 因為你溫哥說我們 飛機都快一點 四岸就快一點 所以船是西岸比較近 都明白的 講完中期 我們又講最後 去到你家門口 我知道你們是很好 測完箱就直接送到客人的房間 是不是有什麼安排 是的 因為我們是一個坐在 我們叫做Dot2Dot 移民搬運的物流公司 沒錯 所以我們的服務 還不是說送到你加拿大家門的時候 放在你門口 或者可能有一些住宅房 放在樓下 我們一定要幫你去擦板 擦箱 然後逐件逐件送到你家室內的空間 非常好 按照你當時來的時候 例如這個貨是來自客廳 還會放在客廳 OK 如果是來自廚房 就放在廚房 如果是來自睡房 就放在睡房 當然不會說好企理 當然你自己要慢慢完成 不過我可以幫你一個簡單的 unpicking的服務 剛剛也提到 我們現在的貨去到 多多多 因為有時候的客人 我們可以幫他安排 租了房子 他們可能會寄一些 但他又未入境 這件事可不可以幫他完成到呢 原則上的話 如果以加拿大現在的當地海軍的要求 當我們的選 運動目的地的港口 要進入清關的流程的時候 貨主 作為清關人 是需要做一個動作 就是他需要親自在碼頭或機場 去清關人 去見海關 在辦公室見一次 見完之後 海關拍了之後 我們才可以行 明白 接下來的流程 如果客人真的有這個困難的話 我們可以給他們幾個選擇 第一是可以選擇香港的全身 第一選擇就是 你不做清關人 但是你要找到第二個 的清關人 付出清關人的條件 代表你做清關人 什麼是付出資格 這個供應的人 必須要在這一年來 剛剛要到海外 都返加拿大 簽付一下 即是要到海外回去才對 一年來 最緊的一年來 旅行的不算嗎 不行 要一年來 我現在想到 我就是找一些 突破一點點出發的陸友 就可以做這些角色 但如果你問些什麼 你問些什麼想法 我先想想想 因為我們要不一樣做這個動作 目的就是 他附下一次免稅請關 明白 如果不附下這個條件的話 就會打稅了 完全明白 非常清晰 剛才我們前中後都 我相信你們都應該知道 怎樣做船運 但你們自己做不夠 一定要找一些專業人士 我知道裡面一定有一些 特別 或者很特別 很複雜 很複雜 或者很脆弱的個案 有些可以分享一下 如果這幾年 我們做過一個最大規模的客人 就是 他由香港搬到海外 就 的理由很多 因為他是香港斜柱 有兩棟多的房子 是兩棟打通 另一棟是有六層的 哇 六層打通 他這邊的東西不是普通的 家裡的生活客人 是 他有非常大量的字畫 是 非常多大的動物的標本 哇 非常名歸 有很多古代的武士刀 很珍藏 珍藏 珊瑚 這些貴重的東西 是 而且那個樓很大 我們總共要幫他搬的數量 要用二十個貨櫃 哇 才能夠安裝 二十個貨櫃 我稍後再跟你們說 貨櫃是甚麼尺寸 你會不會知道 對 厲害 搞多久 還未完成 還在做 對 OK 最重要是你多東西 就可以買到巡頭 對 結論是蠻複雜的個案 Aaron都有經驗 有能力去處理 我想聽到這裡 你們都很想知道 會不會很貴 你們又怎樣 即是價錢給我們 報價 會不會 然後不找你 可否也說少少 是 現在如果找你們 顧問去加拿大 是 大概 或者怎樣去計算價錢 譬如一板 甚麼是一板 即是一箱 是怎樣去分享一下 因為我來幫客人 所提供的服務 基本上都是做旋榮 沒錯 旋榮的話 我們裝貨具 就不是算貨物的重量 你輕貨物的重量 其實影響不大 反而我們可以計算 你用的貨物的體積 明白 用貨物體積的話 我們就可以用一個 平時用的單位 叫做蠟蜂尺 英文叫做蠟蜜 我們怎樣計算 就是好像我看到後面 即是一板一板的貨物 每一板都有不同的高度 我們可以計算最高的高度 整版貨物的體積 是多少蠟蜜 例如你看到現在最高的 大概是100蠟蜜蜜 這也是差不多 平時我們服務 一個鞋人 一個家庭 一個最低的 要求 要求 明白 體積的數量 即是一板是最少 是的 我剛才也計算數過 其實一板是大約20 十多二十箱左右 是一板 當然指下的尺寸 大約44 不過如果用你剛才數的數量 差不多15至20個下 沒錯 這個數量就可以齊出 非常好 我們不如分享一下價錢 如果真的一板 去溫哥華 現在大概多少錢 大概是14至16元 14至16元 這個14至16元 是你自己套裝的 就不要封箱 你就上去看 你們看完之後 就套裝好箱 運來這裡傳 因為要看船期 當我們不存倉 來到這裡 立刻一有船期就上船 去到後就找人清關 然後就直接有 加拿大溫哥華 會有你們的夥伴 那些公司就會接 就直接送到你 溫哥華 那間房間 如果你想可以 把那些箱子 簡單的 大概是14至16元 16元 沒有騙你的了 告訴你 當然幾個月半年後 再問價錢一定會有些 不同的 但現在這個是最新的RAZER 對 我們今天出了一段影片 你預算這個價錢 是的 客人都問我 東西破壞了 你會不會賠錢 所以大家一定要這樣問 對 或者破壞了點才賠錢 有沒有這個定位 是的 首先 我們可以給客人 選擇要買保險 不過老實說 例如去加拿大 我們現在的Data Base 選擇不是保險的家庭 是超過八成的 哦 就是不是 保險的比例是很高的 很高 因為我們首先幫你搜貨的時候 我們也幫你開箱去做檢查 確保擺的東西是否安全 第二 我們搜貨之後 不是一箱是一箱搬的 我們要搜一板一板的貨 那整版貨 入貨櫃 整版貨 送到 即是客人家的門口 才插板 所以其實安全性是很高的 非常好 那什麼情況需要買保險呢 就是當你有一些叫做 大件東西 例如玻璃 易水品 或者剛才你說到 三個坑 就是這些東西 你真的很擔心的時候 你才買保險 明白 這個保險可以cover到什麼範圍呢 就是由 我是客人家 從你家收貨開始 直到你的目的地 送貨完成 中間的所有環節 只要貨有損壞 有整化 有故障 甚至最壞的情況 有遺失 都可以看到這個保險 非常好 是的 我突然想到 雖然是船運 有沒有可能會弄濕貨 其實很少試過 不過你說有沒有機會 是有的 我們試過有一次 這個情況是什麼呢 原來這個船公司 他交給我們這個貨櫃 是頂的 沒有一個位置 有一個洞 是的 在運輸過程中 遇到一些陸雨的時候 裡面的貨櫃 下面就失散 就是第一陣子 第一陣子就失散 不過也不是很嚴重 因為你看到我們是打卡板 沒錯 升了上來 卡板有高度 所以都是塞到少許 不是說整個貨櫃都失散 明白 如果我真的有買保險的情況下 這個應該會有賠償 是的 那就好了 大家都會安心一點 是的 剛才說了很多移民搬運的前中後 那現在今天的棄浴 其實就是來介紹Aaron這個 很有規模的倉 我們現在就走一轉介紹給大家看 今天來到你這個倉 剛才也提到 你們什麼時候扣入 這裡 我們就是2017年 我們幾個股東一起投資 買了這個倉地 蓋了這個火台 然後蓋了這個完整的倉庫 佔地的面積就是有1萬呎 的面積 它的高度很高 所以我們就設計了一個三層的高度的倉庫 就等於現在我們可以擺房的面積要有3萬呎 如果你看到今天一版一版貨 總共可以擺到一千萬 有貨物不良的 怪不得可以做這麼多物流的東西 是啊 尺寸來說真的可以擺很多 是啊 是的 搬運除了全倉 都不離開車隊這件事 我看到你們有很多貨車在這裡 不如也介紹一下 OK 我們自己用開的貨車的規模 總共大四有五輛 小型的就是有兩部火溫尺寸的車輛 大型的還有三部火車 分別有五噸半至九噸的車輛 這就是我們香港的火車的規模 嗯 我也知道有很多的搬運公司 未必有自己的車隊 甚至未必有自己的搬運的伙計 我知道Aaron 全部都是自己人 全部都是自己人 In-House 我們香港所有的全面積的同事 包括內內華外外 還會有至近20個同事 非常好 因為我知道外面有些公司 真的會出售出來 所以可能到你真的配備貨 它的標準會不同 即是你的期望不同 但是現在我看到所有的東西 我有理由相信 每一個客人的服務級 我相信都是很標準 很標準 我想我們今天 都跟Aaron說了很多關於 整個物流的流程 連倉也看了 真是衷心感謝 Aaron跟他們這次的訪問 如果你們想要搬運 又或者直接聯絡我們 又或者可以找Aaron 都可以的 聯絡我們的頻道 應該會有一點點 Eme Exclusive的優惠 沒錯 各位觀眾 如果你們都經歷過移民搬屋 可以分享一些趣事 或者一些慘事 在下面留言 如果你們準備出發就對了 可以找我們 找Aaron的團隊 幫你由頭到尾搞定 沒錯 我們再一次感謝Aaron 跟我們這次的訪問 我們下集再見 謝謝 拜拜 拜拜